我们为什么读书啊 今天问问年轻人 你为什么读书 完全是为了 在社会上找一份好的工作 他不是志在神仙的 佛门里面出家了 为什么出家 在社会上找不到好工作 出家了 居然有一些大学生出家 拿到波斯学位都出家 古人出家 志在成佛 他是为这个 现在人出家 也是为社会地位 出家人 有人供养 一是住不愁 受到 学佛的佛门弟子 在家居住在家居住的礼尽 供养 那么真有几个虔诚的护法 给你盖住寺庙 那是供典 享受比尼于皇上 他看这个行业不错 就有那一等聪明的大学生 出家之后搞这一行 在社会上 在社会上也能出民 大发死 目标方向错了 真正为佛法而出家的 太少了 不识没有 因为这些人 他都住在深山里头 他不愿意跟社会往来 跟社会往来 很复杂 清秀了 我们在斯里兰卡看到 现在还有不少 这些人备受社会大众尊敬 因为他真的 持戒 惊异 那确确实实 只守住三一一步 明文立阳不沾边 住在哪里 住在山里 跟释迦牟尼佛当年一样 住在山里 住在延洞 那么现在这些人 外国人有 他们受到大众 社会大众最尊敬 他是真正放下的 他们现在也不需要出来 透过 附近的村庄 自自然然组织 轮流供养 今天他是日中一时 今天之中一时 是我来供养 明天轮到你 后天轮到他 大概这一个法师 他都有一个小组织 供养他 强敌办法师告诉我 有一些 那个居住的人多的 还有轮到三个月才轮到一次 那他居住地方的人多 居住地方人少的话呢 可能是一个月轮到一次 那他一天吃一餐嘛 所以给他做一餐饭 送到他 修行的地方 他在树下 送到树下给他 他住在山洞 就送山洞给他 至于寺庙 那多半是学习的成熟 学习尽教 寺庙住中 人多少就不一定 有十几二十个人 也有两三百人 那么这个供养 他们有护法团 有组织 也是轮流供养 寺庙里面没有厨房 饮食是由信徒送到寺庙 每天早晨送过去 他们早晨也吃一点 主要是中午这餐 晚上不吃 真修行的 他们不跟外人接触 也不说话 信徒供养 公公经济 放在那里 对出家人礼拜 他就走了 等他吃完之后 再来吃午 出家人也用不着感谢 理所当然 佛的社号里头有应供 应当接受大众供养 这些人 这些人修行 功德 成就他 他真的阿鲁汉 就等于说 成就的阿鲁汉 而这功德很大 能正得许多万 功德就不错了 就真是功德利益 他们是真修 目标是求证 小臣四国 大臣菩萨 是为这个出家的 不是为民文理 这些人 也都属于大寺里面的一员 这个大的寺庙 这个佛教有组织的 中国有 不是没有 中国寺庙 大概都有 小茅棚 小茅棚住的人 大概是一两个人 大概小茅棚 居立寺庙 不省半个小时 这样的距离 不是太原 两三里路的地方 为什么呢 供养方便 因为中国人 没有人给你送饭的 小茅棚 小茅棚自己也要烧饭 那么你这些柴米油盐到哪来 柴自己建柴火可以 主食 米 米 米米 油盐到寺庙去拉 大概是半个月 你拉的时候 半个月的分拿去 半个月之后再拉 像虚映老和尚一生 大部分时间都住毛棚 你就看他 寺庙里找不到他 他不住寺庙 毛棚距离寺庙至少走半个小时 而且小路没有路走 这真是话